我们跟分手事务所 虽然不是敌对关系 但也是竞争关系 我跟我姐关系再好 但是我们是公司分明 我可不像你一样 长期出卖自己公司的利益 这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有什么证据啊 先说第一件事吧 你爸爸那天住院 是我姐送他去的 叔叔 你没事吧 叔叔 120吗 有一个叔叔现在心脏病犯了 那笔钱是我偷的 两件 够吗 我交钱 那我们一块儿去 确实是 贺周一救了我吧 所以只要我姐给你打一个电话 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 你就彻底变成了他们 安插在复合事务所里面的卧底 对吗 别别别 冒冒 你这话越说越过了 什么叫卧底啊 那贺周一不是 那贺周一不是是我爸的救命恩人吗 这 我应该感谢人家 对吗 再说了 那笔钱我报了之后都还给你姐了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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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朋友了吗 你 这 这 这成朋友了吗 有一点 你 这 你 我的 这 我的 你 这 这 我的 你 这 你 这 我的 我 这 我的 我 这 我的 你说句话 我听你的 行行行 都少说两句啊 你冷静点 都没什么大事 过去 什么少说两句 你拿着证据呢 拿着证据 什么证据啊 赶紧忙去吧啊 不是 哪冒出来证据 什么意思啊 什么证据 没什么证据 什么都没有 周末小孩瞎胡闹呢 你怎么现在 都还在包庇他呢 这什么意思 成我自己瞎挑事了 你对其他的员工 公平吗这样 你不能少说两句 是 啥意思 你还跟这儿装呢 你等着 我装 那没奇妙 你们自己看吧 这里面是我们 每次活动的经费 包教授 你每次都在这个经费里面 是啊 每次你卡的油呢 都不算多 但是你也不能回回都这样 行了 一人二十块钱 请你们喝咖啡去 服务员全部让我搞定 一人发了二百钱 喝咖啡去 拿钱 你只要费用到位 事儿就能成 好 来 那个回头呢找老侯统一结账 好了 您瞎点 啥意思 你们这一个个的 看我那眼神 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 贪小便宜的人 是啊 我给你带了 等等 这是你收集我的黑材料呗 真的不是 教授你别误会啊 公司的账得走明白了 得记清楚了 你要是觉得 这个账有问题的话 你拿走 好吗 教授 解释解释吧 叶子 他们怎么看我 我不在了 你也这么认为哥吗 不是 跟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解释清楚了 不就没事了吗 别说了 别说了 段段 你拍着良心说 复合大师如果没有我 包九十五能走到今天吗 哥陪着你一起创业 安全马铺 任劳任悦 你现在为了一个丫头片子 跟我翻脸是吧 不是 教授你冷静我 你别说了 我不干了 别闹啊 教授 从今天开始 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谁也不认识谁 教授 包 以后再谁也不认识谁 我来看看你啊 我来看看你啊 算是客户回访吧 对 你今天没有空没客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把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的直播全都停了 以前真的是太忙了 那种忙毫无意义 现在我真的要陪陪我们家闺女了 就是多好呀 给孩子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是 老大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 教授是在这账本上 做了点小手脚 不过都让我给补回来了 你们不知道 教授家里比较困难 自从他妈去世以后 家里就特别拮据 他爸呢 又而为一些小孤董 动不动就还被别人骗 挣着钱全搭里面呢 偶尔教授在这个账里面 走个五块钱十块钱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我跟他谈过 他也就没再做这件事了 教授不是这种人 教授不是这种人 我也相信他 又是我做错事了呗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者无罪 原则上你没有问题 教授在气头上了 你大家别放心气了 都去忙去吧 我跟教授这关系 就没事了 陈光 这事不怪你啊 你有我在呢 真没事了 我休息我休息 真的 下一个 下一个 你说 你们虽然是分手师傅 大师大师 分手大师 知道 师傅不是亲切一点吗 虽然分手 虽然分手挺让人伤感的 但是跟你们真的越来越亲了 什么时候我上你那儿上课 你麻烦您给打个折 小K子给你免费行吗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田田最近真的越来越好了 也爱跟我说话了 每天跟我聊这个聊那个 想妈妈要妈妈 我现在觉得天都是蓝的 就天真的很蓝啊 就是多好啊 但是啊 你也别光顾了喂孩子 人家蒋默然有自己要追寻的幸福 你也加油 哎呀 像我这样品位这么高的 还带个孩子我到哪儿找去 但是老天自有安排 哦 等我找到合适的了 你别忘了给我参谋一下 哎呦 您敢让分手大师给你参谋 嗯 有勇气 你别老说我了 你这整天交人感情的 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感情 哎呀 我啊 我这不是没合适的吗 谁啊 行吧 你今天忘天了呀 怎么着你们俩 什么呀 就我 就怎么着 我刚把你救出狼窝 你不能把我堆到虎穴去吧 不一样 蒋默然有的 我们余老师也有 蒋默然没有的 我们余老师还有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们俩不对劲了 你就别装了 合适了就收了吧 哎呦 去你的吧 余老师 干嘛呀 哎呀 你怎么老忘天啊 这有俩美女你不往这儿忘 真是 谢谢你们啊 在我感情的路上 有你和贺总给我的指引 你们俩就是我指路的明灯 不不不不 主要是贺总 我只是个副手 他要是一点明灯呢 那我最多也就是个灯状 灯状 那以后你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一定要向贺总多请教啊 是是是 我会认真地学习 你别太认真了好不好 不要总是那么理性嘛 你感性一点 你要感性一点 就会发现这个人很性感 没完了你 哥哥 甜甜都出来了 甜甜 我们什么是 给你 给甜甜 赶快吃饭啊 妈妈 你来带你一走 我去找你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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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看到这种景象 不由得让人感慨 世界多美好 我不太明白 那才顾小意说 只要我感性 你就可以性感 我只在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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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 儿子被签埋 爸 你没上班呢 请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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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假了窝在家里 我可不信 从小到大 你只要能在外边玩 我喊破嗓子都喊不回来你 什么时候改脾气了 爸 这不是想要您的好招吗 您老说 别太累 注意休息 我不再请假了 我还请了一长假 我才不信呢 我问你 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事发之后让人给开除了 你到底是我亲爹 你太了解我了 知子莫如父 别说我了 您要上哪儿啊 我呢 就是随便出去转转 转转 慢点 爸 等会儿呢 出去转转 穿成这样出去转转 怎么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件西服应该是 大大前年 华阳上压打两折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吧 那怎么啦 买回来你可就没穿过 说自己不习惯穿西服 这是怎么了 什么时候改脾气了 说大 你不是说让我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吗 我这也是想有你的号召不是吗 爸 咱俩就别捉迷藏了 没有 还打上我的领带了 别别别别 这 你要是不让我打 那我就还给你 不不不不 等等 特别帅 这摩斯也整上了啊 这皮鞋擦增亮 那 不香手了吧 嗯 古龙香手啊 您是要去回老香手吗 你 你瞎说什么呢你这是 快 你先走走走走 先走 爸 我说多少回了 您只要回老香好 我全力支持 哎呀你小点声 你让您这么听见多不好啊 你怕什么呀 我爸就是回老香好去了 哎呀你小点声 我爸单身诉了这么多年 这不很正常吗 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说你小点声行不行 最丢人的是 咱家里啊 担着俩老光棍 太好了爸 您是应该在脱单事业上 给我起个表率带头作用了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 哎呀好好说啊 别着急啊 爸 真是 您这怎么了 老鼠捂着胸口 没事吧 没怎么 还能吗 呦呦呦呦呦呦 那挺浪漫的呀 好 我教你啊 一会儿啊 见到您那老笑好 千万不能把那花儿 直咯咯的递给他 那啊再有轻掉 也让你正没了 一定啊 眼睛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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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儿子 我难受 爸别装啊 我 爸 没事吧 爸 爸 爸 你别吓我爸 爸 你别吓我爸 爸 怎么 怎么突然心脏不舒服了 爸 何总 何总 按照制度 我们发工资的时间是明天 但是明天是周六 咱们今天发了呗 你做主 今天几号啊 八号 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我去一趟银行 我去一趟银行 你下班之前帮我把侄子抓出来 要不然扣你工资 凭什么呀 我发工资跟侄子有什么关系吗 你别忘了 我们不是上下级关系吗 请你服从上级安排 我还是开心啊 李队 你借给我的钱 我按照定期存款算了一下利息 应该还你三万七千零八十五块二 我四手五入还给你三万七千一百块 你收到了吗 另外 生日快乐 没想到你还记得 谢谢 晚上大火都没事吧 请大家吃饭怎么样 我有事去不了了 那我陪你去吧 你 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事吗 我什么时候说我有 走 不是 怎么吵架了这是 没有 早了 合不清楚啊 拜拜 拜拜 吃完饭再吃饭事吧 吃完饭再吃饭事吧 行 妈 有事吗 一起吃个饭 我请你 哦 嗯 那个 爸爸让我回家吃饭 哦 你瞎眼中了 这 你今天那么忙是吧你看 好不容易回去吃个饭啊 都吃饭了 妈妈你 哎哎哎 晚上吃好喝好啊你们啊 包括叔叔带好啊 Vie 妈妈 看你有搞或是就没也不舒服 你太热了 你看那哪 最主张好他 哦 这么多吃好喝啊 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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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哪啊啊啊啊啊待着我啊啊我aa 小曾刚也都吃过了 就那一阵 过去就好了 爸 咱不得好好检查一下吗 检查什么检查 我上个月不是刚全面检查过吗 陈主任都说了 好好休养就行 你少气我 比什么都强 爸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啊 我什么时候气过您啊 就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 有的没的全都来 那是一个儿子跟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我不发病才怪呢 爸这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偷偷摸摸的会老相好 我没反对我支持啊 又来了又来了 行行行行 您别激动啊 喝口中 不喝 喝一口吧 不喝 找的偏方我这是 就你找的偏方 我信不过 你到了 到了 我钱都花了我到了 那像话吗 多可惜啊 你喝一口 不喝 你说你这老头你这 这要么也乱喝 你这这 不不 活血化育 正好我需要 太可惜了 火把鸡的名字 把鸡的名字 帮助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讨厌 谢谢你 主 你怎么知道我过神啊 我是因为总裁助理 连这点调查能力都没有白混啊 这饼是你捞的呀 这怎么能是饼呢 看这拙热的手艺 跟你上次做早餐有一曲同工之妙 你要记得上次我做的那个早餐呀 反正不管是饼还是那个早餐 难看是难看了点 但是 心是好的呀 嗯 快许个愿吧 我看到这条围巾的时候啊 我就在想 恩公你戴上这条围巾 是什么样子 肯定好看的 你别多想啊 我就是纯粹想给你过一个生日 来报答你上次陪我过生日的惊喜 恩公 我觉得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逃避 你应该正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那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反正 不管你今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的 嗯 那我能带上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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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ez 嗯 嗯 嗯 万公 你应该正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那才是最真实的事 反正 不管你今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的 关于恩公的一切 好大的题目呀 最喜欢吃的火锅必须是火锅 而且是变太辣的那种 这倒是跟我很像嘛 最不喜欢吃的自助餐呀 因为每样都要选择 选择恐惧症啊实在是太猛了 不过我相信将来有天一定会治好的 最喜欢看的书三国演绎 真的吗 它让我吃惊了 我以为应该是福尔摩斯或者是柯南 最想买的东西 肩颈低波治疗仪 一万一脊椎不好 而且这个国内没卖的只能国外卖 还有呢 梅西的签名球鞋 因为叔叔啊是个球迷 还是巴塞罗那的球迷 最怕看到的东西 蜥蜴 因为怕它那里面长了一个外星异形的小虫 太可爱了 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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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的员工我还是不够了解 叶子 喝杯咖啡 布干 你说 教授一不来上班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会 那教授沾上毛比猴还精呢 不会有事 这段段跟睦睦怎么没来啊 机力迟到很奇怪 其实吧 昨天是老大的胜了 我说昨天他越南吃饭呢 早知道该陪他了 人家已经有人陪了 谁啊 打开冰箱自己看看 我 哎呀 磨磨吧 干得漂亮 我说难怪老大约丹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等着我 合着你早就知道睦睦的计划 哎呦 叶子你这神助攻啊 咱们天天复合外面的客户 咱们天天复合外面的客户 咱们内部的感情是不是应该复合一下 叶子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细心周到呢 你说 我要是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女朋友 该多好啊 咱们以前在这儿都热热闹闹闹闹 可是现在老包不来了 这种感觉少了点儿手 总感觉少了点儿手 我 我这个不是三鲜虾仁的 抱着我要吃三鲜虾仁的 那我这儿没有了 我这个没 还是你关心我们 教授 你回来吧 事务所里没有你空落落的 我们都想你了 想你了 老包 其实他心里一直想要你 他回来了 你就摸不开面儿 你给他让一步呗 谁啊 老大呀 哦 李断 断断 就是 选择恐惧症 李纠结 对 他呀 他你们来了 不能够 不是 是我们自己想你了 来看你 我给你想你 可惜啊 他后悔得有点晚了 好 服务员 买单 不好意思 收拾一下啊 我儿子 请你 怎么了 你跑那儿去干嘛 前几天不是发生那么多事 心里头觉得内疚嘛 我就想过来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情况 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我觉得包教授在谈恋爱呀 分析错误 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了 包教授要真是在谈恋爱 也应该是他送人家玫瑰花 他那么抠 怎么可能一朵 没有打念的玫瑰花 没有送人就给扔了呢 是他风格吗 出来了 你看 别动 伦格 居然是 我心裡很正常 不正常 有事嗎 看見了嗎 能夠你也可以有判斷 事物的時候啊 報教授難道真有可惜 整天為了葉子 还喝不甘争风吃醋呢 搞了半天是煎乌藏焦呢 没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个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走吧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啊 你看明白什么了你 我跟你说啊 根本就不是教授喜欢这个女孩在追她 肯定是这个女孩喜欢教授 所以教授才把她的花扔在他们家门口的垃圾桶里面 跟他们俩的关系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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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这是公共场合 教授对这个姑娘使乱中气了 你分析得貌似无限可轻 可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漏洞 以教授的性格 他即便不喜欢那个女孩 也会先把玫瑰花收起来 然后转送给叶子 妈呀 教授上辫子是不是抠死的 你以为呢 你什么意思 这算是对你的补偿吧 希望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钱你拿着 要是觉得少呢 你说个数 我再帮你凑上 总之别再联系了 我再帮你凑上辫子 烫死我了 我再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吗 是吗 是这样的 这是我一中学同学 好多年没见了 不是 他是 在哪个部门的呀 我认识 他是我们这儿的 那你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吗 都这么多年没见 都忘了 这不是刚才 出去逛街的时候 突然间碰见了 就跟过来了 要走了吗 这张照片里的咖啡馆呢 离我们这儿走路 有二十分钟 没有二十分钟 都没有上前打个招呼 看看是不是自己同学 我这人内向 如果上前打招呼 万一认错人了 多感慨是不是 像您这样内向的男士呢 我们这儿每周都有两三个 不是知识乌酒油嘴滑舌 都想打听他是谁 他有没有男朋友 那他有男朋友吗 我们这儿一手中心 不是相亲网站 我没听见 在废 Assi iner 谢谢 可惜 但你这样也是没有用的 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 没关系 我只是想感谢你 其实你已经告诉我了 什么意思啊 照片里这家咖啡店是连锁的 几乎每一家的陈设方式都一样 而最近的一家离这儿只有五分钟不行 可你一口跟我说 要离这儿二十分钟 这说明十余活动那家 才是他经常去的 而且你说经常会有人来找他 但你却并没有告诉我 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这说明他没有 更重要的是 这上面 已经有他的信息和名字了 你真的是悠悠的同学 谢谢 但是有点你猜错了 他有男朋友了 姓鲍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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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祝你早日康复 祝你早日康复 七几天 这 叔叔 您可以啊 谢谢你啊 姑娘 不用客气 汪小叔啊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他跟我说他临时有点事儿要去办事儿去了 说明天是在家没人照顾 我们是好同事儿 我们是好同事儿也是特别好的朋友 照顾您是应该的 好 姑娘 你这过来照顾我 你男朋友没意见吗 叔叔 你不用试探我 我男朋友没意见 我跟包教授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是 你是不是也想要个特别好的儿媳妇 那当然了 可是我那个儿子 他就不肯花点精力找一个好姑娘回来 你说 哎 真是 叔叔 这事儿啊 紧不得 哎 那水开了我给你看看你 好好好 哎呀 多好 查到了 雅伦艺术中心网站上 对程佑娜的介绍是艺术总监 毕业于苏黎氏美术学院 二十五岁 哇 你看他底下列的这些经理 太牛了 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呦 嗯 我们正在看这个女孩的微博 从照片来看 这女孩住的小区 偷偷的白富美她 狗大 你干嘛让我们看她呀 教授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去 我去 我干什么 这么看来 他们俩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不是 那按照女孩这条件啊 她跟教授纠缠 她图什么呢 是 这是 我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